安妞 你現在在收看的是Olivia OO 我是Olivia OO 這一集呢真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意外 是繼上個月播出的逛二手店的 那一集引起來的後續的發展 Sorry 這一集有特別來賓是 猴子跟他的女朋友Jo Fan 我覺得自己逛街跟跟著朋友逛街 是兩回事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而且這集更厲害的是 這一次我們要帶特別來賓去的這個地方 是聖地亞哥數一數二大的 Goodwill連鎖店的零售中心 先在這裡小小說明一下 Goodwill是一個非常大的非營利組織的二手店 他不只提供了購物的平台 他還提供了就業的機會 而Goodwill呢有四種不同的購物平台 第一個就是區域性的 就是我第一次上傳的那一集 就是比較小間的那一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第一集在這裡 第二個呢是零售中心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那你等一下就會看到裡面大概什麼樣子了 第三種呢是Outlet 其實我們在西雅圖的時候 有去過西雅圖Goodwill的一個Outlet 他比較特別的是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秤重計價的 然後第四種平台呢是網路平台 這個呢老實說我還沒有去逛過 在抵達的時候呢 Sam有給我一個20塊的budget的挑戰 今天的任務是20塊錢買到寶 20塊錢美金就是600塊台幣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有沒有被挑戰成功 你就要看到最後囉 今天的任務是20塊錢買到寶 這個有預算嗎 有預算嗎 沒有 你好 大家好 小猴子 這邊有蠻多的娃娃 這個只要6塊 也有隻猴子 這是George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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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隻好大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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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不理我 真可憐 小猴子坐大位 這個位置非常的舒服 我覺得超乾淨的 跟新的一模一樣 好看 好看 看有點想睡 好可愛喔 皮雷 皮雷的小猴子 牙子旁邊的這個三叉戟 就是爸爸在練習吃槍樹 正功序 可以進入有印度的感覺 這個感覺蠻漂亮的 有一種陽光的感覺 那我想就是所謂的夏日風吧 但是大家要注意喔 現在已經9月了 聖地牙哥的夏天已經快結束了 但是現在卻在選夏日風格 我想就是趁著換季大拍賣的時候 來使用吧 但姑姑有並沒有換季大拍賣 那這時候選這件衣服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件衣服整體上還是不錯啦 而且也蠻符合我們 今天當事人的各種身形 我覺得你現在不要想這個問題 有的人生很多時候就是 你不知道你買了 什麼時候會用得到 那你就先買 我是覺得右邊跟左邊的話 黃色那件好很多 這個跟窗簾布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個人就是認為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駕馭 有特務的感覺 太厲害了 就是現在這位人士 現在聽到了可以試穿 哇 興奮至極 這個白色呢 這布料有點太少了 而且有點太長 那基本上可能要等他當伴娘的時候 才可以穿 發覺到他要當伴娘的機會 其實不是非常非常的高啦 畢竟他很多女性朋友都還沒有結婚 要結婚的人也沒有要找他 那男性朋友又不肯找他當伴娘 他只能當伴郎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起源跟結尾 這個衣服好重喔 我們來專挑這個白色的部分 這件衣服有點睡衣的感覺 那家裡已經有睡衣 不需要買睡衣 這個還蠻不錯的 有一種浴袍的感覺 有一種那種有錢人家浴袍 而且還不用 真的我覺得很屌 真的很屌 我很喜歡這件 誰要穿那個一張漫陽 這四四額的裝什麼呢 裝你手上那一台GoPro 這蠻好看的喔 可是他要8塊錢 可惜 這個比較爽 第一個不錯 我爪 站住我 好不適合 目前有兩件 一件白色的褲子 一件咖啡色的 全新的 然後皮外套 跟紅色的這一件 裙大裙子 裙子 給這次的挑戰呢 揪犯是沒有預算的 所以我直接宣佈他挑戰成功 耶 假裝這裡有個棋子 耶 而我的預算是20塊美金 也就是600塊台幣 有沒有挑戰成功呢 沒有 沒有 我花的是33.27美金 也就是 大概台幣1000塊 如果現在匯率是30塊的話 there you go 這次的購物經驗我覺得還不錯 就他們的選擇 上來說 真的是多 很多很多 我覺得 我們去的這家店 最多選擇的就是 褲子類 裙子類 跟外套類 外套 可能是因為秋天 就是準備要換季了 所以他們換外套 就一口氣全部都上架 這也是有可能的 這樣的 他們店裡的量 大概是我 第一次去的那個區域性的小店的 大概 三倍 有 我覺得三到五倍 可能都有 外加他們還有 大車庫裡面 有很多的家具 我覺得那個就 選擇變得 很多元的感覺 但是這也因此變成 秋範跟猴子的 遇到的問題 因為真的真的很多 所以就顯得更不知道 如何下手 在逛二手店的時候 通常都是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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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可能喜歡的這一件 pattern 一拿起來 哇不是你的size 那可能也沒有下一件了 這就是最主要他們 遇到的問題 是不是很誠實 這一次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 零售店 沒有 有一般區域性的那些小店 來的有 特色 然後 挖到飽的機會 可能 對我來說也相對的降低 我喜歡的是 找到一些很復古的元素 或者是 找到一些 現在市面上 或市場上 已經很少見的那些 很獨特的東西 這家 這個零售中心 就沒有給我這樣的感覺 都是比較on trend 然後非常現在流行的元素 可能質感上 也會比較有一點 不符合我的期待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這一次的戰利品吧 先從 先從最 最便宜的開始說好了 最便宜的是這個 2.99的這個 2.99是什麼呢 是 Chipotle的帽子 耶 我其實一直很想要找 嗯 非典型的帽 這個 設計 就非常符合我的期待 不要擔心 這個我已經洗過了 所以它起來非常的乾淨 我其實也不建議 它上面有 AAA的印子 我反而覺得這是一種特色 而且它還有 員工編碼13號 你知道在美國13號 是一個大家會忌諱的數字 但是 Taylor Swift 把它拿來當它的 幸運數字 So 我覺得那應該不會影響到 這個帽子 對我的感覺 我不知喜歡 它的 那個 就是給我整體的 這個感覺 而且 它後面是 魔鬼沾的設計 所以今天如果 Sam想帶的話 也非常的方便 3塊錢 Wheelspan 耶 再來是這個 6.99的東西 6.99就是7塊美金 7 21 21的什麼呢 紅色的大裙子 你知道最近流行的復古元素就是 嗯 前排有一整排扣子嗎 不管是上衣 或者是裙子 最好就是 從頭到腳 全部都是扣子 然後這件 長裙就 深得我心 因為它真的 很多的扣子 Wheee 但很可惜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不一定會找到 剛好是 你可以穿的size 但是還好 我有裁縫鏡 我可以自己改 而且我還可以自己做 比較符合自己身型 需要的剪裁 嗯 跟設計 直接把圖放在這裡好了 就是市面上現在有很多設計 然後 價位其實都蠻高的 其實從 以前 大學的時候 一直逛街的經驗 一直到現在來看的話 210真的是 既便宜又划算 我的膝蓋後面全部都是濕的 好熱 11.99 12塊美金的東西 是什麼呢 是這一件 OK 這一件呢 其實我已經動刀了 這件 是一個 嗯 非常非常深的 咖啡色的長褲 這件對我來說呢 其實還是有點偏大 但是如果皮帶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不建議這一件褲子搭皮帶 而且如果皮帶選對了的話 說不定也是大加分 然後 如果我真的哪一天 很下心來 不想用皮帶了 這一件 因為是太大 所以還是可以改小的 反而是如果今天太小了 要改大 我還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改 我可以去學 但我還不知道 然後我剛剛說 我已經動過刀 其實是因為它很長 所以我就chop chop 然後把這邊縫一圈 縫一圈 然後 就結束了啊 這一件才 300 3台幣 就可以買到 我等一下可以去google 這個牌子 再來就是最後一件 就是 整個清單上面最貴 讓我 超出預算的這一件 是 15塊 美金 也就是 450塊 台幣 450塊 台幣的 名牌皮 呀 這個牌子呢 我 其實沒有很熟 呃 所以 讓我來查一下 喔 我直接在google上面 打這個牌子 然後打 veller jacket 皮外套 第一個跳出來 第一個跳出來 就是250塊 第二個跳出來 是260塊 超貴 但是我只花了450塊 台幣 才15塊 我喜歡上這一件的原因 剛剛在影片看到的就是 它很合身 然後它不會綁手綁腳 而且它很新 上一次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在第一集的時候 我買了那件 恩 UNIQLO的皮衣 那一件啊 就被洗壞了 就洗一洗之後 就整個脫皮 瓦解了 呀 但是 我把它穿到最後一刻 也就是 上個月才播出的 我們去 蒙特雷小鎮的時候 我還是有繼續在穿它 可是 你不知道的是它 在 脖子這個部分 還有整個 幾乎就是整件啦 就是 尤其是脖子 跟背後這部分 它那個皮 全部都瓦解 然後露出裡面的 一些組織 這樣講起來有點殘忍齁 沒有流血 這件皮衣還有吸引我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 拉鍊口袋 畢竟 現在的手機 已經裝不太下口袋了 如果裝得下的話 又會很怕它掉出來 手機現在這麼貴 所以拉鍊口袋就顯現得非常重要 再來就是 很多皮外道都是幾乎是短版的 然後對我來說 短版其實沒有太彰顯我的身材 或者是 太 讓我的身材看起來 太符合比例 畢竟我是 上半身很輕 然後下半身很重的那種身材 所以 這個 這個皮的長度 對我來說就是剛剛好 我現在還捨不得穿出去 而且 外加 最近聖地雅哥 超熱 所以 我還沒有剪標 最近是M 這次逛 嗯 Goodwill的 零售商店的心得呢 就是 我越來越清楚 自己的身體 適合怎麼樣的 需要去找怎麼樣的衣服 或者是找什麼樣的元素 對我來說 這其實是蠻大的一個進步 對以前的我來說 我甚至覺得 我要買到最小的尺寸 我本才有一種 我才有一種好像活在精緻它 比較上面的地方 可是現在呢 我就會覺得 還好了 現在已經沒有那種太多的 對身體有那種負面的感覺 他們在這裡把這件事情 叫做 Figure Positiveness 就是 不管高矮胖瘦 就是要勇於 接受 自己 的不完美 就像 蔡玲說的 其實我也沒有太follow 蔡玲說什麼 但是我覺得 大家應該會把它當作一個 非常 指標性的人物 好 就這樣 這影片已經錄太長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會喜歡 這樣子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按讚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這樣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下面的訂閱 然後打開小鬧鈴 它會提醒你我什麼時候要上傳 OK 那麼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阿娘